今天最新的消息来关心的是 台湾出现了第三例的H1N1新流感的死亡病例 这是一名才24岁来自台东的南大学生 但是他在这个月初呢 曾经陪了有超过50名的儿童进行单车环导 因此现在那么相关的人也通通都要进行筛检 我们来看看这是来自疾管局最新的说法 众的宣布 我们国内的这个流感流行剂以来 已经出现第三例的不幸往生的个案 那这个个案是在东部地区一个24岁的男性 事实上他并没有一些潜在的一些疾病 那很不幸的在昨天 昨天晚上的状况非常的严重 那一直持续的急救 在今天早上凌晨1点35分的时候 不幸往生 那这个个案是东部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男生 那他在8月13号的时候开始出现一些花烧 肌肉疼痛 呼吸会喘的这些状况 那开始的时候有到一家诊所去看诊 那接着后续的两天到15号的时候 他的症状开始呃 变得比较严重 所以就到一家医院去呃就诊 那就诊的时候医院后续看他的状况 越来越不稳定就把它收治到ICU 也就是家户病往里面去诊治 这时候医院很快的做了一些快篩 那有可能是病毒量呃 呃还是不是太高 但是呃这个快篩并没有筛出呃 呃 葫芦的一些呃状况 所以说快篩的这个这个检验的结果是阴性 那后续他的状况就一直在这个医院里面诊治 到8月18号的时候 他开始出现呼吸窘迫呃 这这种状况那呃医院慎重起见 再重新再采取咽喉的呃检验试剂 送到我们的呃进一步的合约实验室 再去做进一步的检验 那这时候他的状况呃 确实是越来越不好 所以说就在8月18号的晚上9点的时候 转到东部地区更大的一家医院 那也是一样就进入到ICU 那呃 这时候他已经开始出现汇水肿的这种状况 那医院都持续的在急诊 呃在那个交付病房里面就是 到8月20号的时候呃 他的一个检验报告出来了 那是H1N1的呃呃 呃这个检验结果 那所以说医院在8月20号呃就通报 8月20号通报 他通报的时候并同时像呃 因为医院并没有 好我们看到这位来自台东 没有疾病非常年轻的男子 却罹患了H1N1 那么在今天凌晨宣告不治 这里面很令人担心的 包括他在第一时间快速筛检 居然筛检出来是阴性的 到昨天复检才是阳性 那么现在整个疫情拉紧报 如果快速筛检 他的准确度不足的话 那么实在令人非常担心 那么这名男子也在之前接触过 有超过50名的孩童 进行环导单车 现在每一个跟他接触过的人 都要来进行筛检 这是我们掌握到 来自疾管局最新的消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